汉堡好吃一上手 学会着自己在家做 两种口味供你选择 尊敬的网友们你们好 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汉堡的制作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天天学做菜健康自然来 首先准备250克的高筋面粉 打入一个洗干净的鸡蛋 准备110克的温牛奶 也就是20度到30度之间 放入三颗的酵母盒 放入两颗的食盐 放入30颗的白糖 先放入牛奶中搅化 不要倒得里里拉拉 油化之后 倒在面粉中搅成面絮 再放入25颗的黄油 如果家里没准备黄油的话 可以放玉米油或色辣油都可以 搅聚一样 盆底下没有干面粉了 用手合成个面团 合好以后放在面板上 这么搓 这根筋不要偷懒 得搓个六七分钟 面团越搓越细腻 搓出手套膜来 反复这么搓 看咱们搓了六七分钟 合手拽一下 能拽出手套膜就可以 搓上个长条 咱就下四个劲就可以 大小的均匀 揪好的面筋 这么搓一搓 像做馒头似的 做好以后 高手这么短了一下 主要是点上面光了一点 蘸点水 撒上点芝麻 油一点就行 不用蘸得太多 高手按一按 防止芝麻脱落 放在烤盘上 找个热个地上 或者放烤箱 15度左右 醒发至一倍半大 网友们看一下 我高烤箱醒发的 调到15度 醒发至大约20分钟 高手一按 看不塌坑 就可以 发的大劲一点 可以有点带点酸味好吃 如果要是不喜欢酸味了 就发的时间短一点 把上温调到160 下温调到150 大约烤着20分钟 准备两个枇杷鸡腿 大鸡腿也可以 先用水泡一下 把骨头剔出 剔好以后 把顶上的鸡膜去掉 咬不动 用刀穿脸下 这样是更入味 不喜欢鸡皮的 可以把鸡皮去掉 来咱们把鸡腿烟味一下 放入切好的大葱大姜 放入大约7克的奥尔良 放入生抽 大约7八克 放入黄酒 放入点蚝油 少点入一点点白糖 放入胡椒粉 放入胡椒粉 好处抓均匀 抓好以后多腌制一会儿 不要低于三十分钟 准备一块牛里脊 剁成油馅 我给大家做两个牛肉饼 剁得碎一点 剁好以后 放入盘中 把牛馅调一下 放入原葱了 姜了 放入一丢丢的盐 胡椒粉 放入蚝油 放入一点点的白糖 放入五六克的生抽 少放点黄酒 牛肉饼 放入点淀粉 放入点淀粉 吃着牛肉饼很有弹性 要不烙不成形 用手抓着粘稠 摔大 上劲 那边烤着 这边煎着 放入鸡腿 少放入点油 其实鸡腿烤也行 烤得非常好吃 今天用这大鲂腿烤 煎火煎了 煎火煎煎煎 煎煎 煎煎两根薰黄色 煎熟 保持醺油的嫩度 拿出锅子少放入点油 把牛馅做个小韭饼 火不要太急 用同样的方法,保持冬火烙子 好,煎好以后,拿出,装在盘中 好,时间已大,看个效果 苦的非常大,好,稍稍凉一凉 来,咱们切开从中间 大家看里面的效果 看,放入生菜叶 放好以后,放入煎好的鸡腿 放入沙拉酱 再放入番茄酱 我这是番茄萨斯,番茄酱炒一下 喜欢什么口味,咱们就多放一点 好,鸡腿的汉堡完成 这个牛饼味儿的,放入生菜 放入煎好的牛饼,放入沙拉酱 再放入番茄萨斯 好,两种口味的汉堡完成 好,网友们来,我提大家品尝一下 看看咱这汉堡的效果 记住过程,主要是搓面前 搓个六七分钟 搓出手泡膜为最佳 来,我品尝一口 入沙拉,鸡肉特别的嫩 咸中带香,香中带甜 特别的好吃 感谢网友们的大力支持 有什么要求,请你留言 我们下个视频见